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你的心认真去看 发现真相就在处愿 Hey you good or bad 真真假假 踏不出这心灵的灰烟 带上你的所有勇敢 也许就能拯救这世界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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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y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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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y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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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y Mojo Spy 生日快乐 宋文康 你们打听他干什么呀 我们怀疑他与小喵的昏迷有关 我凭什么告诉你们呀 你这家伙难道一点不担心小喵的死活吗 像小喵这样货色的艺人 只要我想捧明天就会出很多的替代品 偶像 本身青春期就很短 我又何必为这种快过气的艺人担心 龙经纪人 您的公司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们警局可都是一箭不落的记录在案 只是我们最近比较忙 所以没能抽空拜访你 这次还是希望您能乖乖地跟我们合作 这个宋文康是一个自由舞者 可自从小喵出道之后 他就一直为小喵做伴舞 具体为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或许这个傻小子他喜欢小喵 那小鹿是谁 小鹿 那不是当年与小喵一起参加明星选拔赛的女孩吗 可是他在最后决赛的时候弃拳了 真是可惜啊 本来嘛 他也可以被培养成为赚钱的艺人的 那宋文康和小鹿是什么关系 我只听说宋文康有个妹妹 好像早前受过刺激 难道她的妹妹就是小鹿 最后一个问题 在小喵姐姐上台晕倒前后 宋文康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 我想起来了 当天我在崔小喵上台之前 宋文康给她喝过一杯果汁 之后嘛 就是老去医院看着小喵发呆了 等一下 难道是宋文康吓得多 谢谢你协助调查 小喵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我求求你 快醒过来吧 快醒过来吧 你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是的 其实你们怀疑的没错 是我干的 她夺走了我妹妹的一切 而我又夺走她的一切 我是陷入复仇深渊的野兽 我应该得到惩罚 你们逮捕我吧 我们的任务并不只是逮捕做错事的人 如果你们不能真正地原谅对方 这种怨恨只会不断地循环下去 小喵她已经被我害成了这副模样 她又怎么可能就这样原谅我 她只能永远地沉睡不醒 而我会永远地自责 她绝不会原谅我 不会原谅我的 小喵姐姐已经原谅你了 小喵姐姐对我说她很后悔 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她一定 如果可以重新来过 我一定会珍惜和小鹿的友情 我是一个温馨有愧的人 可你还是那么关心我体贴我 文康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怪你的 小喵 你真的原谅我了 真的吗 小鹿经常提起你 他还说要和你一起唱歌呢 既然误会已经化解 就请你拿出解药 让他苏醒吧 其实在幕后指示我的 是一个可怕的少年 他口口声声说自己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却为了得到什么睡美人的嗓音 逼迫我投毒 泄取小喵的声音 这样看来 下面他肯定要亲自出马了 看来我们也该为迎接贵宾 准备一下了 对吗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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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你鬼魅的声音从此以后 只属于我们光明之眼了 我们会让你的声音永恒 多美丽的颜色 你是什么人 你们一定就是Mr.K所说的 妨碍我们光明之眼复兴计划的人 这次只怪我太轻敌 但是下次会让你们好好领教我的艺术 丁正宝 这可是石子洛王 他不要命了 小璐 你不是想和小妙一起唱歌吗 不如你现在先唱给她听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 祝你生日快乐 小璐 对不起 你会原谅我吗 傻瓜 你也变得像三叶草一样迟钝 我早就原谅你了 吃蛋糕咯 今天真的有人过生日吗 这个我不知道 但这世界上今天总会有人过生日的 虽然我们不认识她 但也可以祝她生日快乐呀 你这呆子 贪吃还学会找借口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特别不想 一个人孤单寂寞 当时人生 难免会有些不快乐 告别今天 总是让人觉得失落 康康明天 在地平线向我招手 每天就在日生日落 转转时间幻想更多 期待声音中 每秒每一刻 我明亮的眼睛在闪烁 迎着阳光的笑容 他会悄悄中 在前昂着的路口 我每天都在待 他会悄悄中 你 你 在前昂着